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变得和某人一样 然而那并不是真实的我们 结果是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 我们所背负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 你在电视上看到瘦得像牙签一样的模特 以及裹着毯子的世界上最性感的人 占据着屏幕 你也应该有这样的窈窕身形 你在收音机中听到 那些开着汉马的说唱明星 和透明香槟的流行歌手 以自我为中心 任性放纵 宣扬着不负责任的人生 你也应该这样肆意花钱 你在工作中注意到 同事们讨论着各种流言蜚语 关于他或他 或者关于你 你也应该像他们一样 要拥有最高的建筑 你就得拆掉其他所有人的 一言以蔽之 压力围绕着我们 当真如此吗 真相是我们所承受的 几乎所有压力 都完全源于自身 当然 这种压力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但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必须去上钩 我们不需要屈服于这些影响 因为就算能够成为 名流大款豪门 那也不会使你幸福 幸福源自内部 源自内心 源自充满意义的生活 这就是这本书 想帮你发现的 这本书的两位主人公 都是极简主义者 他们创建了自己的网站 谈如何用更少的东西 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网站读者超过几百万 也许今天有更多 他们上过许多的媒体 也在引领大批的 美国企业员工 指导帮助他人实现 个人成长 为世界做出贡献 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是 年轻的职场人士 他们都是80后 都曾经拥有 年薪六位数的工作 拥有乡车 豪宅 昂贵的服装 及大量玩物 但即便如此 他们很清楚 自己对生活并不满意 他们没有实现梦想 他们发现 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 买更多的东西 这样的生活 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 空虚感反而因此更加强了 所以他们开始采取 极简主义的原则 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 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这本书阐述了 将简单生活的理念 运用于人生中的具体方法 它将为你提供 极简生活的基础配方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口味和生活方式 进行调整 这本书写作的初衷 是为了帮人们思考 人生以及如何生活 也为了让读者 有所作为 反省自身 从而离开过去的生活 开始新的旅程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真正的你 热情 有爱心 有同理心 自律 快乐 这是一本 关于建议的书 作为极简主义者 两位作者 起初有很多物质财产 而随后 一旦他们清理掉 多余的东西 便超越了物质 转向人生中 最重要的方面 健康 人际关系 热情 成长和奉献 这五种价值 正是过有意义 生活的基础 你快乐吗 我们所积累的物质财富 不会让我们快乐 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却还是常常通过积累 更多财富 来寻找人生的意义 然而 真正的快乐 源于我们是怎样的人 源于我们成为了怎样的人 真正的快乐 源自内心 同样 我们对自己不满 也只是因为 我们成为了自己不喜欢的人 如果你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那这本书 不是为你准备的 因为普通人并不快乐 而多数人不快乐 并不意味着 你也必须不快乐 你不需要勉强自己 去接受平庸的生活 仅仅因为你身边的人 都是如此 当然 快乐并不是重点 有意义的生活 才是重点 我们必须停止寻求快乐 而开始寻找意义 如果我们的短期行为 和长期下值相符 那么我们 就会在自己所做的 所有事情中 找到意义 这种生活方式 才会带领我们 走向真正的幸福快乐 不是转瞬即逝的欢愉 而是长久的满足 来自自律 专注 觉知 目的明确的生活 快乐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 这本书 介绍了他们两个人 在成为极简主义者 之前的生活 在2009年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看起来是一帆风顺的 两个人都就职于大公司 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幸福快乐这个主题 越来越频繁的 进入他们的谈话中 伴随着工作中的 每次升迁 伴随着 他们赢得的每项荣誉 或作为奖励的 每次美妙旅行 伴随着他们获得的 每一句赞扬 快乐匆匆而来 却又马上离开 他来得快 走得也快 所以为了寻求快乐 他们试着去争取 更多的美颜赞誉 试着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就 来提升对自身价值 和重要性的认同 为了得到肯定 他们越来越努力 工作时间常常达到 一般美国人的两倍 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这就好像吸毒一样 他们得到的赞美越多 越需要更多的赞美 使他们自己高兴 最后事情竟发展到 他们努力生活 只是为了达到 情绪上的平衡 不满之情 淹没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知道 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但并不清楚那是什么 于是 他们做了绝大多数 美国人都会做的事情 试图购买快乐 虽然他们都身居高位 备受尊敬 年薪超过六位 但他们花的比赚的还多 购买乡车豪宅 聚评电视 豪华家具 为度假而挥霍 寄望于 媒体大肆宣传的消费文化中 那些会让人快乐的东西 但那些 并没有让他们快乐 随之而来的是 更多的抑郁和不满 因为原先的那些消极感受 阴魂不散 而欠下的债务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更增添了他们的烦恼 随着每次购物带来的短暂快感 瞬间消散 留给他们的是抑郁 空虚寂寞和无助 这本书还写了他们两个人的一些背景 他们两个人都是 离异家庭的孩子 可能他们的母亲 还有酗酒的问题 父亲有躁郁症啊 精神分裂啊 其中有人的母亲 还有滥用药物的问题 所以他们童年的多数时间 都是在不理想的环境中 被养育的 那么他们现在回想起来 这便是招致灾难的重要因素 在他们两个人12岁的时候 他们都体重超重 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吐气 对自己的生活 感觉不到一丝的乐趣 他们做了各种事情 尝试逃避 最简单的逃避方式就是食物 敞开肚皮爆食 他们体验到了瞬间的满足感 他们居住的环境非常恶劣 书上说不满蟑螂的破旧公寓 母亲常常的状态 就是喝醉的状态 在上高中的最后一年 他们两个人有过一次值得纪念的谈话 这次谈话不知不觉的成为转折点 将他们引入了消费主义的混乱和困惑中 因为在相对贫穷的环境中长大 所以他们认为幸福快乐的关键就是金钱 确切地说 他们认为如果每年能够赚5万美元 那一切就都搞定了 因为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挣到那么多的钱 所以他们不快乐 这样就让他们认为只要跨过那道门槛 他们就一定会快乐 现在听起来可能非常可笑 但这对即将走入自己世界的18岁年轻人来说 却完全讲得通 这本书讲到了一个毛的概念 首先他们确定了他们的毛 他们发现得到想要的 比如说大房子 高薪 物质财产 并没有让他们快乐 于是他们想弄清楚 他们的毛到底是抛向了哪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卡住了 让他们无法成长 毛这个概念引起了他们两个的共鸣 他们弄清楚了重点 他们开始把很多的毛 按优先顺序排列分为两类 主要毛和次要毛 主要毛是那些最明显的阻碍他们自由的东西 包括他们的房子 因为伴随房子而来 这是大笔的按揭贷款 还有某些人际关系 这些人际关系是没有为他们的生活 增添价值的不健康的人际关系 还有比如说汽车贷款和其他大笔的账单 大笔的债务 次要毛则占据了清单的大部分 包括有限电视费 网费 其他账单 小何债务 不穿的衣服 没用的家具 家庭杂物 某些徒劳的次要关系 日常的开车时间 以及其他会消耗少量时间和注意力的小事 他们两个人认定 在一段时间内摆脱上述的这些毛 会让他们取回很多自己的时间 而这些时间会被用在更有意义的事物上 经过了一系列的断舍离的过程 经过了两年时间 他们终于还清了车贷和各种债务 那么其他的主要毛 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解决了 他们两个人最终抛弃了很多的财物 扔掉了多余的东西 只留下他们生活中喜欢和享受的 那些在日常生活中 实实在在用得到的东西 历经两年时间 那些毛都不再是他们的重负了 其实整个过程并不轻松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主人公 他的母亲去世了 母亲留下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他也是在挣扎 他也真的是挣扎过 母亲的这些东西 应该是留下还是捐出去 最终他还是全部都 就是把这些东西 全部捐献出去了 我们不是自己的财物本身 我们的价值并不局限于 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两位作者还认识了 一些其他的极简主义者 比如说这个 禅习惯网站的创建人 这个叫巴伯塔的人 他35岁左右 有一次离异的经历 他克服了重重的逆境和挫折 活得更有意义 他利用极简主义 简化了自己的生活 在几年之内 完成了惊人的壮举 戒了烟 体重减轻了60多斤 塑造了有生以来的最佳体型 摆脱了重重债务 从关岛搬家去了旧金山 还辞去了公司的职务 却依然能够养活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 还有一位叫贝克尔的 他身为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 住在福盟特州 利用极简主义 简化了他的郊区家庭生活 同时维持他在当地教堂的工作 这两个人的故事证明 极简主义并不只适用于 不想朝九晚五工作的单身人士 他适用于任何想过上更加简单 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人 适用于任何想专注于人生中重要的方面 而非专注于我们文化中 与成功和幸福紧密关联的物质财富的人 极简主义是一个帮助你获得自由的工具 远离恐惧 烦恼 重压 内疚 抑郁 及束缚的自由 自由 真正的自由 极简主义是一个工具 我们用它来获得人生的满足感 极简主义中没有规则 确切地说 极简主义只是去除生活中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从而使我们能够专注于最重要的东西 而它们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食物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 最初的几步是困难的 但这条路将越走越顺畅 而你收获的回报也会越来越丰富 不过刚开始实施极简主义时 心态 行为和习惯往往会产生巨变 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令我印象深刻 神话般的美国梦告诉我们 这就是应该做的 我们被教育者要在高中非常努力地学习 然后再在大学非常努力地学习 做着我们并不关心的事情 这样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一份有着可观收入 固定福利 甚至养老金计划的工作 然后我们就应该四十年如一日地 干那份粉碎灵魂的工作 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退休 享受几年人生 根据保险精算研究显示 人们退休后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 我们被教育者累死累活地 为一家没有生命的单位辛勤工作 献出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的时间 只为换得一张工资单 我们被教育者 这张工资单能让我们买到的东西 有着极高的价值 比他们实际的价值要高得多 本书的两位作者意识到 他们没有从事业中感到满足 转而求助于这个社会的主流生活理念 他们买了很多东西 花了太多的钱 当月光足 想在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大商场 每一次奢华度假中购买幸福 没有培养兴趣 没有寻求自身的使命 他们只是在用意识的放纵来安慰自己 而这样带来的兴奋感 在负账之后却无法长久维持 最终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和使命 但是他们必须首先扔掉许多 将他们固定住的毛 这样才能够使向更清澈的水域 幸福不是商店中贩卖的商品 我们买不到幸福 我们在商店的货架和义区网站上搜寻着 想填补心中的空虚 但我们却无法用食物填补这个空洞 无论我们多费劲的去寻找 无论我们买了多少东西 都是行不通的 因为那些东西不会让我们快乐 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获得了片刻安宁 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的生活被毁掉 留下的是更多的空虚 抑郁甚至孤独 身处一大堆物品中的孤独 有时候 在一个塞满东西的房间里 反而最绝的孤独 事实就是 我们都会死去 而在墓中堆满财宝 并不能帮我们逃离这种命运 人际关系很重要 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那么重要 但有一些真的 真的很重要 那些人际关系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真正重要的人际关系 用手就能数清 总数可能都不超过20个 极简主义可以帮助我们专注于这些关系 并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我们都想被爱 这是哺乳动物的天性 但你无法把所有的关系都一碗水端平 因此也无法期待所有人都一样爱你 生活不是这样的 朱利安史密斯在他的文章 死不妥协 完全指南州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当人们不喜欢你的时候 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发生 世界不会终结 你不会感到他们牢牢地压住了你的肩膀 事实是 你越是无视他们 一心做自己的事情 你的生活就越好 清醒是一种可贵的自由 这也是极简主义 能吸引这么多人的另一大原因 它移除诸多障碍 让我们专注于最重要的事物 极简主义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使我们摆脱那些 闲杂勇余 从而更容易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工具使充斥着无尽装饰 看起来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得更简单 更容易 更真实 要一直保持清醒 专注和明白 是极其困难的 在这个类人的世界中 被种种陷阱和障碍包围 想要不陷入迷幻 是一件难事 但这样做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广告诱导是癌症 我们太容易被广告轰炸 蛊惑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或者限期三天特卖 而我们之所以会被骗去 草率的决定购买 则是因为匮乏 以及错误的紧迫感 但是我们可以训练自己 让自己不仅能抵抗 这种天花乱坠的宣传 还会尖酸冷漠的应对诱导 自发产生不快的反应 避免购买大肆炒作的东西 在生活中许多方面 彻底接受极简主义 你就能专注于最为重要的事物 因此过有意义的生活 和极简主义二者 是齐头并尽的 作为工具 极简主义帮你更容易的 将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物上 它清理了生活中的杂乱 于是你便能专注于 目标明确的生活 你有哪些多余的物品 工作或人际关系 可以从人生中去掉 从而使你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集中于五大价值 极简主义 从你自己开始 你也可能影响周边的人 从你自己开始 就是为周边的人做出表率 从你的物品开始 精简你的壁橱抽屉 献出时间去帮助他人 把你的东西捐献给慈善机构 改变你的习惯 改变你的锻炼方式 找回你的时间 追求你的爱好 找到你的使命 一旦你开始改变自己 其他人常常也会跟着做 因为他们看到了你 获得的收益 他们注意到了你 改变之后的样子 你变得热情 自由和快乐 于是他们也想加入 可能周围会有很多人 他们在最初 觉得我们疯了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他们开始询问 要如何进行精简 奉献 以及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所以 一切还是要从你自己开始 好吧 这就是这本极简主义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谢谢大家